马尔老师 就是我们在 刚刚你中间这个话题的时候 其实已经谈到了 那个人工智能 那个JPT 我其实还很好奇 就是因为最近 我们每一个作者来 我们都会谈到这个话题 就是您从一个 历史学者的角度来说 您怎么看这个人工智能 包括现在发展非常迅速了 其实我觉得 大部分人 其实还是有带着一种恐欢的 包括我们 用这个智能软件去画图片 这个图片画得比我们 很多图片都漂亮 所以我就说 我们已经不再需要 去找摄影师了 我们现在 就是直接输入一个内容 我们有好多图片就出来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也想请您 从您的这个角度 和我们分享一下 您怎么看这个事件 我觉得呢 我和这个现在有些看法 有些看法我能够认同 有一些不太认同 但我个人觉得 这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的进步 就是人类的巨大进步 其实人类就是在 你看在过去好多年 在过去好多年 就是还有一个思考 就是将来就是人机对接 人机对接 就让这个知识的传输 就更便捷 就将来人类的创造 人类的进步的创造 不再是一个机械性的东西 你看这次这个GDP 这个做出来之后 他做出来之后 他的文章 当然我们现在也有 也有好多这种调侃式的东西 有调侃式的尝试 但是总体来讲 他已经具有这个模型了 他也具有这种可能性 那么这种可能性 当然我们今天就是说 我那里去一个电台 去聊这个事情 我就讲了 他可能会给我们 很多年轻的一波 带来职业恐慌 结果这个职业没了 那科学的进步 人类技术的进步 就是导致很多行业是没有的 很多行业就要 就就就就这个 结束了 这个电脑的出现一个 最大的一个东西 就是打字员没了 但我们最早 最早是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我们每个单位 其实都有 都有很漂亮的女孩子 当打字员嘛 那么有事没事 那时候我们也联系嘛 有事没事到打字师去转着嘛 那就是 但是这个职业 你看等电脑出来之后 每个人能够自己 自己 把这个东西录进去之后 这个职业就没了 司机这个职业也是这样 司机这个职业在我当兵的时候 70年代当兵的时候 那是个多艰难的时间 学汽车啊 我的同学去到驾车员去学汽车 就学了一年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考驾车的话 哪有那么复杂 就是钱嘛 北京我学的时候3000多块钱 3000多块钱 那驾车保证让你扩展 保证让你拿到驾车来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 这种进步 汽车的进步 导致一个产业 一个产业没了 司机没了 现在我在北京 我知道就是我们 我们当然规定很多这种 领导人是不能自己开车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领导人 其实还是自己也要开的 就是回到家的这种私事 还是自己开 不让自己开嘛 那么这种状况 就让一个职业就没了 那么现在这一次呢 会导致什么职业没了 就刚才教训讲的 你像这个将来设计封门 这个美工不要了 对吧 这个就做这种文案 我就觉得 这可能也是个很麻烦的 你们现在几个做书的 这个就是那个 这个网店平台 我有时候看 我觉得我最佩服的 就是你们写的文案都非常好 就把握着那个度 或者是文字优美 把握着度和对作品的理解 都非常好 但是等这个 这个实验将来 继续往下完整的话 那可能 这个职业也很难了 对吧 你开一个网店 你开一个大的 这种网店平台 你那个你就不需要 养一批这个写手嘛 所以他可能会带来 很多很多的恐慌 但是这个问题 他的症结在哪呢 就我们今天引起 恐慌的症结在哪 我们就看 为什么欧洲 美国不恐慌呢 他们并没有 面对这个科学进步 他们像我们今天 恐慌的 我们像博士说 所有人都找不到工作 之后你又给我来到一个 这种简缘的这个东西 科学简缘的东西 我讲这个呢 是中西之间有反思 他的问题在哪 他的问题实际上就在于 这个社会财富的增长的同时 没有很好的去分配财富 就没有能够建构一个社会增长 发展过程当中的 一个保底的东西 就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中国年轻的 这些毕业生失业了 找不到工作了 没有人给你补贴钱的 没有补贴钱的 但是如果一个好的体制 他就应该提供什么 提供失业保险救济金嘛 对吧 你就如果现在的大学生 毕业之后失业了 失业你如果没 还仍然可以提供给他3000 这样的现代生活标准 提供3000块钱 这个生活这个基金 那就可以心里不焦虑的 我就不工作了 那不工作是不是就养懒汉的 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人类进步的目标 最大限度的不劳动不工作 这才是呢 我们现在看高福利国家 看欧洲 欧洲不就是最大限度的 缩小劳动时间 减少劳动量吗 而且这也是我们马克思的理想嘛 共产主义马克思当年设计的八小时工作制 那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呢 他当时八小时工作制就是要把劳动的强度 劳动的时间大幅度压述吧 这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嘛 那当然这人这样的这个干嘛去拿 马克思过去讲人类腾出时间了就 就学是艺术了 学是创造 我认为这个说法也不太准确 也不对 人类的最终目标 其实就是要有一批人 是无所事事 有所好闲 就是我讲究了 就和我们家里养的宠物一样的 你能让宠物去学艺术去吗 没有必要的 那么人也可以知道 人类的进步之后 将来就会有一批人 什么都无所事事 有所好闲嘛 你也不要要求他什么学习啊 你这都没事干 你还不学习啊 学习干嘛呢 我就是在待着嘛 这个是我认为才是一种正大的东西 我们你看欧洲 我们在欧洲 那你不能说 人家高福利国家 你一直说 哎呀你这么长的时间 你老是度假 你不能做点什么正大的事情吗 做什么事情正大 度假本身就是正大嘛 对吧 那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你就看 怎么去理解 所以我讲 可能我们面对这个技术进步 对技术本身不要去 不要去恐惧 不要去 去这个什么 排斥 还是要积极地学习 积极地推动这种进步 至于这种进步 可能会反噬人类 我并不认为 就是说 好像最终 它可能会导致一个结果 它可能导致结果之后 自己把自己 把人类给毁灭了 我认为 这种担心呢 可能也过了 我在70年代 我们读书的时候 有一个 罗马俱乐部 有个研究报告 叫做增长的极限 就增长的极限 叫任何一门技术 任何一门 一个东西 它增长的一定的时候 它进化的一定的时候 就没法进化了 它不是一个什么 就是不是我们过去讲的进化论 是个无限度的进化 它不是个无限度的进化 我们过去按照进化论的观点 去讨论人类的发生 劳动创造的人 劳动把猴子变成人 那你好像觉得这个进化论 那不就是个无限进化吗 但是我们今天就看 那你今天都有加速器 有什么这种各种进步 你怎么能够 现在能够把猴子变成人吗 这不可能的了 那在里面它表明说 它表明进化转化 是有限度的 就是人类进化的 今天这个样子 也是经过几百万年 那么进化的这个样子 当然我们今天可能讲 骨骼可能会变得更高一点 更大一点 更壮一点 特别通过这种 通过这种 这种多跨中族的通婚 会改变某些这个特征 对吧 会出现这种特征 但是你讲人类 人类能够再进化到 再进化到一个什么 其他的物种吗 那我觉得这个 就不可能 它不可能 从这种观点去理解 这个理解这个 科学的进步 也要注意到 科学它也会有极限的 它不是 科学和这个艺术 也是有极限的 我估计我举个例子 就是你举个这个 中国的艺术当中的青铜器 那青铜器进化到了 进化到这个就是 三星堆 进化到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商朝的 这个青铜器 也就达到极致了 它往下就没法进化了 那就 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在面对 这个新技术的时候 没有任何恐慌的必要 也没有说 就也不必想到更多 仍然应该很正常心 把它作为一个工具 当然特别在我们现在 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这种 一个大家 还要奋斗的状态嘛 你不奋斗 就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保住的 这个基金 你要奋斗 你要奋斗的话 把这样一个设备 仍然作为一个 工具 作为是延长自己的 这个劳动的 能力 效果的工具 就是还要积极的去 去用它 不必 不必有其他的考虑 当然那其他东西 刚才我讲的很多东西 应该是政府 是社会 是大问题 那不是我们今天晚上 只能讨论 能够说得清的一个东西 好吧 待会就在那讲的一些 谢谢